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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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清白從中選會李靜蓉手上 結果當選證書 二十四後就職 小內閣名單也幾乎確定 三位副市長 經濟產業專才羅達生 文化推手史澤 也是前高雄市副市長和文化局長 以及公務都市計畫專才林清榮 也當過台北市和台南市副市長 大韓背後真正的操盤手 史澤卻已經先回到高雄市來擔任 副市長 派系共治的一個名單 其實他最重要的 他是在於說 怎麼樣讓文化能夠產業化 文化創意產業 他是非常的有經驗 三十一位局處首長 陳清白強調專業在地年輕化 青年局長三十二歲張以禮 專攻工業設計 曾獲得設計大獎 二零二零小英總統高雄競選總部 獨創沙灘辦公室 就是他一手規劃執行 性別不是考量 是覺得說 他們在這個領域的表現 是專業的表現 女性表現得非常好 人數就會比較薄 小內閣名單當中 女性比例高也是亮點 包含觀光局長 毒品防治局長 以及前電視台記者阿布斯 出任圓明會主委 共九位女性佔了三分之一 優先能夠讓我們的文官 能夠來擔任局長的工作 能夠全力的推動市政 無縫接軌 為了講求趕快趕快 兩年拼四年 其中五位文官貞廚 從代理變局長 陳其邁強調 用人不分黨派 但慎選人才 因此還有兩位局處首長 尚未確定包含農業海洋局長 是期望能給農漁民更多照顧 十月五號議會就要開議 局處首長二十四號 就隨著陳其邁一起上任 在這之前 團隊已經準備檢報 要確認局處首長二十四號 要開始能夠全力重刺 3D熊黃之中 賴筆箱高雄報導